刘雨茜 身材好好 很好 别的很好 音乐 起 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每一个细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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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她的妈妈 大家都喜欢叫我天娇妈 各位导师们大家好 我叫张天娇 男嘉宾阿尔滨 我跟着不太会说话 我想说虽然我听不见 但是我喜欢舞蹈 因为我在舞蹈中能找到快乐 谢谢大家 听不到 对 他可以读唇语 他可以读唇语 完全听不到音乐 我是看唇语 看唇语 他是舞蹈的天才 我不知道他听不到音乐 刚才你完全察觉不到 完全察觉不到 他听不到音乐 所以他在机体语言里面 能够可以有他的那种 感动到我的一种感觉 我想问一下你 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 就是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喜欢跳舞 但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老牙舞者 什么 老牙舞者 不喜欢别人叫他聋牙舞者 我不喜欢别人因为 因为同情我而说我跳得好 但是我根本不需要别人用同情来帮助我 我来到这个节目上 就是想让你自己别人能跳 我也能跳 所以我想说我是一名舞者 张切娇 很棒 要举大拇指 他听不见 但是他看得见 除了郭富城先生 两位老师都一直看着天交 好像在想些什么 跳得非常好 谢谢老师 作为专业的舞蹈老师 我看你的舞姿 你在舞台上的控制和你表达 包括你对音乐的敏感度 你不是用耳朵听 是用心去听的 你听得见音乐的 对 所以说刚才郭富城老说你是舞蹈的天才 一点都不为过 谢谢 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刚才你对 刚才那句话 你说我不需要别人同情我 我就是一个舞者 对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我需要 我接受批评 比如说不 那听的话我接不接受 但是我不希望就是夸奖 就是说好什么的 如果不 如果别人投契你 嗯 你觉得怎么会让你进步呢 就是 怎么让你进步呢 要是老师不说你 你怎么会进步 对 对 谢谢你这番话 其实你代表了很多咱们中国人 稍微残缺或者是不方便的一群人群 他们不需要同 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平等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不让因为我好像是 我听不见音乐 你们要给我同情分 我不需要 对 谢谢天娇 谢谢天娇 跳得非常好 谢谢 跳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对 你看这个妈妈手抓的 他做的事我跟 我能说一个吗 当然 那个就是 他虽然是 就是说语言不是那么好 但是他做的事情 让你就是想象不到的那种感动 就两年前我过生日 晚上他放学回来 他说妈妈咱们俩去吃饭 我说走吧去吃饭 到那儿了 把菜点上了 大概八十块钱左右 点上了之后 他就说妈妈 我拿钱出去买瓶那个饮料 因为这里头贵 我说那去吧 好事 然后干等不回来 干等不回来 过了好久 灯突然 就是餐厅里整个的灯突然灭了 音响里传来了 祝你生日快乐 孩子 他在前面端着蛋糕 后边跟了好多人 就是有好几个都是被 就是被他打动了 他跟人家说 让人家放生日歌 是因为我不会说话 我不会唱给妈妈听 说麻烦你们给我放一个 给妈妈放一首歌听 一个服务员说我给你唱 我给你唱 就这样 他一句他一句 真的我 我就是 就是我特别特别的 我就是特别特别感动 我就觉得我这个女儿 她虽然是有这么一点残 小小的一点残疾 我一点都没拿她 当一个残疾孩子 呀 她的心里头 就是 我觉得她很大 我觉得呀 你们这对母女特别有意思 那我知道的一个消息是 我知道您刚刚最近 在众人的面前打了天娇 妈妈是为了我好 因为她是为了我更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娇 就是如果平时的生活 妈妈不在身边的话 你能自己照顾自己吗 我希望妈妈一直陪在我身边 但是我已经长大了 对 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 对 我想一个人学会独立去面对生活 去努力 透过自己的努力来照顾妈妈 我特别能理解妈妈这个手不想撒 当然 就不想放开 当然 但是 哎呀 我真的是 我不是替天娇说话 妈妈 我们有的时候要克制自己的 我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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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给她空间 是 我知道 要让她自己去看彩虹 看风雨 一定要让她自己去经历 因为这把保护伞 不可能撑到最后 我明白 那我想 如果她进入了训练营 你会一直陪着她呢 还是买张机票自己回家 让她自己留在训练营呢 其实你让我刷手 一下子恐怕刷不下去 但是我理解 我理解各位老师说的话 孩子不能永远在妈妈身边 我懂 我们要开始选择了 三位老师 你们是否愿意邀请 张天娇进入你们各自代表的训练 我先来 你是天才 郭普琴先生 邀请你加入香港的舞蹈训练营 这是第一个成你天才的导师 金星老师 天娇能跳这么好的舞蹈 除了她自己努力之外 添资以外 离不开这个妈妈她的付出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她再有天分 但是没有这个妈妈这么样的呵护 她不会有今天的 但她可以飞得更好的时候 她的膀子已经翅膀已经硬了 妈妈该是让她自己飞了 如果有幸你选择到我的话 我这个条件是 妈妈你马上买票回家 你把女儿交给我 我可以 我这个票我给你了 金星老师 亮出上海舞蹈训练营的飞机票 海青老师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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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娇 我这一票是给 给你成人的礼物 海青老师 亮出北京舞蹈训练营的门票 天娇 到你选择了 她自己想 她自己想 不要干扰她 对 我小学 我自己承伴的 金星老师 恭喜天娇加入金星老师的舞蹈心灵 舞蹈是自信和独立的 即向离开妈妈单飞的张天娇 能否在金星导师的淬炼下真正成长 她需要舞蹈 对她来讲 舞蹈不是一名技艺 更不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谋生的一种方法 舞蹈彻底就是她跟外界交流的工具和方式 是她独特的语言 就是有识大学生 可不说自己也怎么能去 谢谢观看